今天的直播就是融合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两本书 第一本书是上礼拜介绍的财务自由 这本书我借我解了 所以我没有带来 但第二本书的话 就是我最近刚看完的 就是个人品牌这本书 那个人品牌这本书的话 它其实讲的不只是说你是KOL 然后你就是有需要 才需要去看这本书 而是说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 包括就是你在职场上面 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怎么样 其实你都是有可能 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学到一些东西 那这本书 我个人非常推荐 就是给辉哥跟CW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要往这个KOL方向走 所以他们有必要 去经营自己的品牌 那宝可梦自己本身 就在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 也类类是教科书 或者是一本验证的书 因为我可以从里面去验证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 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那他这里面有讲到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小故事 应该是说有个观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谓的 你的个品牌 其实要有风险控管 比如说 当你变得比较有名气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新闻 或消息出来了 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上个月4月20号的时候 其实Benkey 他在推这个所谓的 2.6话高率火柱 我发现我的文章 有写错了 因为我有跟大家 就是讲说你应该要先办卡 然后再开户 但事实上这是 有违背于他们 这个所谓的活动规则 活动规则是要求你一定要 就是第一次持有Benkey账户 Benkey产品的时候 就要办 就要开户 那你要开户之后 因为有人跟我complain这件事情 我去查了一下 然后再问一下那个Benkey Benkey跟我讲说 哦是因为我写错了 好那没有关系 我就赶快直写 就是活动到4月20 4月1号到4月20号 这三个礼拜 如果你是听了我的话 先办卡再开户的 我就直接给你650 这就是所谓的 应该算是一个公关 处理事件危机 如果我的操作手法是 反正就是我文中写错了 反正又不关我的事情 你拿不到是你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五六十个人 就会是隐形的喂爆蛋 他可能会去其他的平台上面去 讲说宝可梦不负责任啊 去误导别人啊 然后又怎样怎样 所以我觉得最完善 最诚实的做法就是 公开道歉并且把这个该给的钱 该给的回馈给大家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我的灾害的损失是最低的 我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 我就这样做了 那我就看这本书之后 我发现他也是这样子讲 他说很多的网红 或是KL他们的 公共关系处理的没有很好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 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爱惜羽毛 你是认真在乎自己民生的人 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个 正确的觉悟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对好这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